注意,这和人的素质关系不大,却和人性直接相关,而当你有钱让人知道,也只会引来大家的嫉妒甚至憎恨。 你要明白,乞丐并不羡慕马云今年能赚多少钱,却会对比他强的身边人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性。 人性会教唆他们变成小人,来给你屎半子下狠手,所以为什么会有祸从口出这句话? 第三个不能与人分享的是自己的目标和规划,当你有了目标和规划,只管暗自努力就好。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,你想要变强就要摆脱身边的泥潭,而已经在泥潭里的人是希望你和他们一样永远不要爬出来,做一个雇佣者,用结果去说话。 第四个不能轻易与人分享的是资源和人脉,人都是利己的,除非能和他人等价交换,否则就不要随便拿出自己的人脉资源,你的付出除了给别人添砖加瓦,可能只会培养起来一个对手。 一定要记住,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善良去收买人性,否则只会一败涂地。 人性的疯狂连牛动